由汪明泉主演的乐剧《德林与慈禧》 获邀重演以庆祝建国64周年 727日阿姐汪明泉出席记者会 而一向恩爱陪伴的罗嘉燕因为工作原因缺席 日前汪明泉家中第三次失窃 这次被偷财物达300万元 其中包括很多有经验价值的珠宝 接受访问是阿姐只轻描淡写的提及 并不愿详谈 其实我蛮喜欢买那些首饰 第一可以保值 保值 第二就是其实我有很多的场合 需要一些这些漂亮的东西装饰一下 所以我做这一行差不多46年开始 我也买了不少 当然有的贵的 有的不是那么贵的 但是每一件东西跟我都有很多感情 它陪着我出奇 很多不同的重要的场合 或者是有一些是什么纪念的活动 是某某长辈送给我的 我觉得这个是最心痛的地方吧 近来汪明泉不仅家里失窃 更被周刊爆出与罗嘉燕分居五年 不过阿姐立马在微博上传亲密照粉丝谣言 小编享受两位老人平静的私人生活 周刊又何必五中生友踏上一脚呢